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药容水彩第36期 今天我准备画一幅阳光照进树林的场景 首先用铅笔把比较重要的几棵树位置标注一下 并不一定非要完全按照素材的位置来画 只要位置安排的合理美观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先从远景入手 远处的东西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不过没关系 根据素材中的大概的名案来画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清素材中远处景物的具体形象 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点想象力 主要塑造出这个场景的氛围就可以了 跟着感觉走 不要太小心 画这样一幅比较小幅的作品的时候 第一遍尽量把颜色铺满 等到颜色铺满之后 先从你认为比较重要的部分开始画起 并不一定要特别在意树木的形状 画的时候一定要放松 不要太在意形体 大概像个树就可以了 毕竟树木的长相是千奇百怪的 上色的时候 暗色的部分要大胆的去把它按下去 这样才能把亮部衬托出来 画树枝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要被原来的素材所束缚住 只要你认为好看 可以多加几颗或者减少几根树枝 都是没有问题的 画画的唯一目的是美观 而不是准确 尤其是风景画 我们可以更多的主观处理 甚至改变它的颜色和形状 有的时候心情好 也有可能画一棵粉色的树都说不懂 大叔有时候也会有少女心嘛 最后进行塑造的时候 不仅是要画出更多的细节来 也要好好的关心一下 这个画面整体的明度 让画面的明度变化 稍微丰富一点 不要显得太平均了 毕竟这是一幅和光线有关的画面 水彩画有的时候就像一首诗 其实并不在乎你画了多少笔 而在于它的整体氛围感觉 我们家的小狗觉得今天画的还不错 他认为这幅画的美貌和它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的都忘记了扫地机过来了 好了 我们大概看一下放大的细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我哟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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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